大家好,歡迎收看東莫奇趣節目,我是Amy 求婚儀式搞得越隆重,當然也更容易獲得女方手狠 不過遼寧帶領一名男子,費盡心思求婚,結果龍巧成絕 我們一起去片看 這名男子星期二向女友求婚 為特別女友驚喜,她把求婚戒指放在斜尾箱裡 還用帶穿彩色氫氣球綁住,大費周章保持現場 但是等男子趕完求婚詞,準備拿出戒指行旅遊求婚的時候就悲劇了 只見男子非常瀟灑地用遙控器打開車尾箱 不過計漏了氫氣球聲力太強,他們竟然帶著求婚戒指遠走高飛 突如其內的編故,打破了幸福場景 在場親友等一眾人等,敬虎戒指未果 只能抬頭望著天空一陣出神 女友見到這一幕,更是哭起來 男子無難安慰女友,可以買過戒指 幸好經過一陣等待,慶氣球逐漸飄向北遠處的屋 於是男子號召兄弟團,沿著氫氣球飄落的軌跡,一路尋找戒指 希望他們可以找到 網民都忍不住包笑,說你們婚事老天爺不同意 並製作了表情包 也有人叫女方考慮一下這種搞笑男能否嫁得過 因為正常人都會把戒指放在褲袋裡,而不是和氫氣球綁在一起 好了,今集說到這裡,多謝收看